各位手上可能有一個 所謂時代力量國會改革第三階段特色有關 跟這兩個法案相關的 第一個我們的主張是 黨團協商應該僅限於程序事項 第二個部分就是二讀會辯論主見 當然我們也刪除了委員會之後的黨團協商 認為如果有不同意見應該進到二讀會的辯論制度 這邊提的就是對二讀會裡面辯論之規範 議案實質之討論 我們這邊希望建立政黨公開辯論後表決 來取代黨團協商制度 司法法治委員會總共排審了六次 跟國會改革相關法案的討論 它其中通過的條文包括了議場中立 記名投票 國會的透明化 旁聽的規則 以及還沒有出委員會的人事同意權 這些改革的方向我們都認同也支持 針對不同的政策議題 各個政黨有不同的政治主張 這是很自然也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何在立法院審議的過程當中 透過說理 透過辯論 清楚地去說明 各個不同的法案版本 它的優點 它的缺點 它的價值選擇 它的政策立場 我們認為這個是在國會裡面 所應該扮演假設當中 核心當中的核心 就像民主對於人民來講 不應該只有投票 在立法院立法委員執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也絕對不應該只有舉手而已 但因此 我們還是誠懇的希望 也呼籲其他 曾經在國會改革做出發言 也做出承諾 其他政黨的立法委員 我們共同努力 能夠希望 把有關於立法院執權行使法 等等相關跟國會改革 有關係的法案 能夠盡速地來完成 二讀以及三讀的程序 讓國會 在新的國會法治下面 讓人民看到 他們所期待 已經改變 已經變得不一樣 在整個國會當中的運作